董事长 我没有邀请过你吧 有人邀请我来的 没看见我跟薛小姐在聊事件吗 魏琪 起见 魏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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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好好享受我给你的这份大礼吧 喂 你怎么在这儿 这话应该我问你吧 你不是应该跟菲菲去参加同学会吗 同学会 你说我还忘了 忘了 你知不知道菲菲一直在等你 不就是个同学会吗 这里还有更精彩的大戏 你 你 不行不行 我要赶紧告诉菲菲 别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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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跑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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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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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那么学友荣啊你 这才几天都有两次了 两次 还有一次是什么时候 在你家呀 你想起来的啊 什么时候想起来的 就一千两年 那你不告诉我 你要我说什么呀 说给你酒后乱信 就抱一切 你怎么说说的 走 好 走 魏琪 魏琪 快点 我有点抽筋了 自己来 好 何总就让我来看这一齣戏吗 难道这一戏不热闹吗 就算热闹 跟我有什么关系 魏青 他平时都戴着手套 这事你知道吗 那些都是他的前女友 据我所知呀 他们只是刚开始的时候 会手拉手 就没有其他任何身体接触 而且 很快就分了手了 你不觉得这里面有问题吗 就算有问题 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 大家都是成年人 我知道薛总 对我这个外诊有好感 但我不是怕他骗了你 影响到我们之间的合作吗 而且 他给不了你任何东西 而我不一样 薛总你想要的 活动 我想要的 你给不了 放心 我们的合作不会有问题 的